好 接下來這一道呢 接下來我們來做一個紅麴 那個 很頂級的斑魚喔 對 施斑魚 我們今天用的是龍虎斑 來做那個紅麴的魚片 好 那我們 因為 施斑魚其實因為 如果我們剛剛如果是用 那個活的蚯蚯會不好處理 所以我剛剛已經先 我也會很害怕 我最怕看到那個活生生的 節目開始的時候 我們就已經 我已經先大概處理了 好 那我們先做一個動作 因為處理下來這個魚頭魚骨不要丟 這個我們來熬湯 好 那我們 入一點點的油 然後我們把薑片爆下來 然後蔥 蔥會爆喔 我要閃圓一點 對 然後 接下來我們把這個 魚啊 魚骨頭把它一起下來 用煎的方式 為什麼要煎過喔 就是一樣 我們 讓它的這個表皮 稍微煎了一個金黃色這樣子的方式 等一下熬的時候 我們才有辦法熬成 一個奶白色的湯汁的感覺 所以等一下這個也要下去熬湯汁的 好 我們煎一下之後 下一點米酒 然後下一點點的水 還記得我們剛剛有燒 就是那個大骨頭 就是有搖住的那一鍋湯嗎 對 我搖 我們終於要用到它了嗎 對 我們搖一些來熬 我們一起下去熬 我們熬的過程就讓它熬 接下來我們把魚片 來做一個簡單的處理 我們先把魚翅的部分 稍微先取下來 所以我們今天這道料理 就是很適合這個老弱婦孺 對 因為魚翅呢 我們大師兄都會把它給弄掉 把它去掉 這不要浪費 所以它就一直做 對 還會摸一下 到底還有沒有魚翅 那我們把皮去掉 不去皮也可以 可是說你如果不去皮 它就會 口感上面 就多了一層皮 對 魚翅皮也不要浪費 直接下來 其實為什麼我會這樣子取肉 來 我跟妳 跟大家分享也是來 對 我也覺得正好奇 好 斑魚 其實它的刺是長在中間這一排 所以我們 你不用去拔它 你只要把中間的這一個 線的部分 稍微把它切下來 它就是一個 分水嶺就對了 它就不會有刺了 這個不要丟 因為我們要那個 當然不能丟 一隻上千塊的魚片 這邊丟一點 那邊丟一點 大家就只能喝湯了 對 好 這樣子的魚就應該是沒有 OK 沒有刺了 我們把魚片片好了以後 這個湯要下了 怎麼辦 就是安安蘿 就是安安蘿 好 那我們來把魚片稍微抓一下 我們今天用了一個紅麴醬 講到這個紅麴醬 紅麴很棒的一個 很棒的一個食材 對 然後加一點香油 尤其像福州人跟客家人 特別喜歡用這個紅麴 就是一般我們講的紅麴醬 對 不過我們大家在買紅麴醬的時候 要稍微看一下它的標示 有些紅麴醬它有鹽的 對 有些是沒有鹽的 所以你自己在料理的時候 要稍微注意一下 是的 尤其是有鹽的 到時候煮起來太鹹就 很可惜了 然後你聞看這個味道 就很天然的對不對 放一點 香油 就是酒香味 然後再加一點香油 是 然後我們再加一點點的 太白粉抓一下 這個太白粉的用意 其實就是待會兒我們在 魚片在煮的過程當中 可以讓它稍微更 表皮上有一點點滑滑的感覺 而且甚至可以把甜味 鎖在裡面對不對 對 好 那我們接下來我們來做 這一個就是豆腐的部分 我們今天用了一個板豆腐 我們把豆腐全部切下來 好 那我們接下來 我們就來把豆腐煎一下 好 好 我們把豆腐煎一下 煎成兩面紅 好 我們把這個豆腐煎好之後 我們把剛剛的這個 這個魚湯把它倒下來 我把它過濾過來 對 天啊 那個湯真的 很棒 我實在很想要用湯匙 先吃那個湯看看 覺得 它等一下這個 它整個這個 這一道菜完全 你等一下特別吃一下那個豆腐 因為它現在經過我們煎了以後 有沒有 它待會兒直接就會 直接會吸這個 這個 這個魚湯 大概這個時候 關鍵的時候來了 以前我們早期 我們在做這個魚片的時候 我們是用過油的方式 今天我不要 我今天用把它 用擺的方式 讓它 直接讓這個湯去煮 我覺得這道料理是減重者呢 必吃 第一個我們主要就是希望 減少這個油脂的 是 量 那最重要的一個部分就是 因為我們有紅麴 那我希望用紅麴的直接 就可以融入這個湯頭 是 那它也在魚片的部分 也可以吸收這個湯汁的味 待會兒 詩蘭姐幫我吃吃看 就是它的原汁原味的味道 好 我們這個燉煮好了以後 來 我們把味道稍微先調一下 好 我特愛紅糟的味道 這個味道 這是我們非常家鄉的味道 好鮮美 我讓你先吃吃看 那當然好了 沒什麼 當然囉 主要是這個湯 好 鮮美 主要是這個湯 因為我發現它就變成 你喝喝看 這個都還沒調味對不對 對 還沒調味 原汁原味 好 我們放一點點的鹽 我覺得不要再加鹽了 不要囉 我覺得好好喝喔 很鮮美 很鮮美 不要再加鹽了 不要再加鹽了 好 那我們把 我這一口石斑魚要吃下去 不知道現場 現場多少工作人員 超級…有夠好吃的 原汁原味 我覺得不要再加鹽 你吃看看 我覺得不要再加鹽 那我們這個這樣就好了 這樣就可以盛盤了 肉應該也滿嫩的 非常的嫩 所以那個湯好甜喔 很甜啊 因為它就是我們剛剛 把那個魚骨 把它下去熬 所以有非常豐富的鈣質 對不對 而且你吃起來嘴唇會黏 對 那個膠質就很好 所以它這一道料理 真的非常適合 每一個人 不是只有老弱婦孺 為什麼 因為這個魚刺都沒有了嘛 然後豆腐啊 真的 只能說這沒水氣的人吃 很好 就是牙齒不好的人 來吃的話 一定會非常非常的開心 而且超級營養 有豐富的這個魚的蛋白質 然後呢 還有這個紅麴醬膽固醇 還有這個豆類的植物蛋白 然後在魚湯裡面的這個鈣質 鈣質 膠質 超級超級的這個 還有膠質 對 膠質這個很重要啊 女人愛漂亮啊 老人膝蓋不好啦 都需要這個膠質喔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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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